提問,中央在擬定7月26日的解封方案,請問北市有相關配合的方案嗎? 未來是否有可能變成像國外的案例,封城解封又循環? 另外,以台灣的現狀來看,疫苗覆蓋率要多少才能解封? 只有25%就解封適合嗎? 台北市今天仍然新增久力確診,市長昨天本來說本週是關鍵,但今天已經是週四了,對北市清零是否有信心? 首先我們先看國外的案例,美國打滿兩劑的是47點多%,已經接近50%,結果現在還是每天2萬到3萬的確診案例,荷蘭已經疫苗打了80%,不過要先確定一下他是打一劑還是打兩劑,他的疫苗覆蓋率很高,也解封了,結果疫情嚴重爆發,總理還要出來道歉, 然後再看看韓國的例子,韓國也打一個程度,日本也是一樣,那他們疫苗覆蓋率都比台灣高 所以也就是說,除非你那個疫苗覆蓋率是到80%以上的,而且還有相當程度的邊境管制,近來的不是印度變種病毒,在這個情形下,解封才有可能 當然,餓死跟病死的問題,所以慢慢我們要去思考說,到底什麼樣的感染程度,或是什麼樣的傷亡程度,是我們台灣人可以忍受的 在這個情形下,來討論,所以今天解封的問題已經不是醫學問題了 他是一個社會文化的問題,也就是說我們台灣人到底可以忍受多少感染案例 在這個情形下,我們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那如果說一定要,要0你知道,每天都要加0,那第一,邊境永遠通守 第二,那我們就還要花一段時間,真的徹底見面清零才講 而且他疫苗打到一定程度 所以這已經不是醫學問題了